路线的方案跟科长做些讨论 基隆捷运怎么规划交通部长王国才 要跟台北市长柯文哲交流意见 但八堵到基隆段路线无解 前交通部长贺成蛋抛出重整台铁路网来解套 我希望说赶快确定 让这个计划赶快往前走 八堵到基隆段的部分 我认为台铁一定要留下来 从轻轨变捷运 基隆人判了几十年 好不容易在2017看到一线曙光 当时行政院宣布 基隆轻轨纳入前瞻计划 蔡总统也宣示最快2022年完工 刚好隔年就是县市选举 四年过去明年又要选举了 改本为基结后 怎么跟台铁明系县整合 再先争议 而基隆捷运连个影都看不到 都是以建设为导向 那政治操作为目的 欠缺可行性评估 先设建再画板 用开支票的方式来去欺骗选 才会造成今天的一个乱局 民主党立委在批政府 大开空投支票 基隆捷运成为当地热门建设议题 每四年轮回一次 也成为各政党有志 争取下届基隆市长者的 交锋舞台 宫廷会上蓝绿白都出席 代表对地方建设的重视 但回想四年前蔡总统的承诺 历任的政府都做不到 今天我们到基隆 我要告诉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们一定会做到 如今基隆人只想问 难道连蔡政府也做不到 TVBS新闻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